Hello,大家好,我是Amin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脸上的这个妆容 如果你们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请接着往下看吧 底妆和眉毛的部分 我已经在镜头外面完成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录的那几期 唇干货的内容 关于粉底方面有两片 大家看这里 然后眉毛的话看这个 我们现在直接从眼妆的部分开始 这次眼妆使用到的眼影 来自Hayden的这个流浪玫瑰画盘 打开之后是这样 一共有9个颜色 在开始之前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手臂上的试色 是不是都还挺好看的 都是相对比较柔和日常的颜色 这边是6颗哑光的 这边有3颗珠光的 这边6颗就是显色适中 就是冷掉暖掉的 就是偏玫瑰色调的都有 这边3颗是那种偏珠光的颜色 就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这一颗 它非常非常闪 甚至有一点那种湿漉漉的 波光灵灵的感觉 就因为他们追求的这种妆效嘛 所以说就是要想闪 相对来说就是含水量肯定会比较低 就摸起来比较干涩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那个Tom Ford有一个绝版的眼影盘 差不多就是这个质地 就是等下上眼的效果具体给大家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先占取一点这个颜色 画在下眼影的部分 之所以这么画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上眼影的范围和走向 接下来我们画眼头的部分 用一把稍微大一点的刷子 沾取同样的颜色 我们往里画 加强一下眼尾 刚刚从下面往上画的那条线 就刚好控制了它的范围 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让上下面的眼影 衔接的更好一些 加强一下眼窝这个位置 总之就是最深的地方 就是在眼头这边 还有这里 就是可以让整个眼球更突出 这两个地方凹陷下去 眼窝中间的这个部分 把两边的眼影稍微做一点衔接 接下来我们再占取这个颜色的眼影 强调一下它的眼窝 增加它的层次感 下眼影的后半部分也强调一下 下来我们换回刚刚的那把大刷子 把两个颜色给预染开 揉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眼影先画下面 然后再连起来的时候 就这一块上下眼影衔接的这一块 可以掌握的特别好 它的范围不会你缺哪或者惹化多了 就是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小方法 就是眼影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再在这一块空白的区域 用它最闪的那颗高光给它提亮 直接用手沾着点上去 好闪 果然这种要想闪还是得这种大颗粒 眼影的部分我们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还是再占据一点这个颜色的眼影 用一把更小的刷子来画眼线 接下来我们用眼线液 加想一下睫毛的根部 接下来我们来画上内眼线 然后夹翘睫毛刷上睫毛膏 整个眼妆就全部完成了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就是有一点点气场 但是又不会过于的浓艳 我觉得就我觉得夏天这个季节嘛 就是化太浓的话 万一脱妆干嘛的都真的很狼狈 这种妆就是算是日常的浓妆了 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轻松的驾驭的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吧 接下来我们来修容 用的也是Hedden这个牌子 就是这一块特别酷 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就是摸上去其实是一个膏体 但是它涂在手上之后 好像就三下吧 瞬间就变成了粉墨状 还挺神奇的 这个颜色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它特别特别适合亚洲人 大家能感觉到吗 就是它不是那种偏红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发灰一点轻一点的那种 修容颜色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特别好 修容的部分差不多就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来高光 依然还是来自Hedden 就是它这个包装我还挺喜欢的 它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的材质 这一块很有分量感还蛮重的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 这个颜色特别特别适合那种皮肤黑的女孩 就是在沙滩上的那种感觉 哇好美 上一点在唇缝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口红 来自你的好友永远化妆 好像没有变化 这就是我嘴巴的颜色 好像还是有一点变化的 变得更深了一些 接下来我再给嘴巴上一个唇蜜 就是和我眼妆这一块 波光灵灵的感觉 作为一个呼应一下 非常百搭的一个偏豆沙一点的颜色 OK喷上定妆喷雾 我们这个妆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喜欢这个妆吗 这个妆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化吧 我之前从来不会化这种妆出门的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的 是因为我这个头发 就是我之前剖了 就是我上 现在这个头发是没有上任何色素 只是纯靠剖 剖的那么浅 就是后过这个妆容不太搭 但是我现在因为我想养一养头发 不想管它了 就先这么着了 就大家先忽略这个发型和妆容 还有眉毛不太搭的这件事情 现在时间是23点07 这期视频差不多就这样了 记得给我什么投币评论弹幕等一系列 干干嘛干嘛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是现在比较少有的 即颜值和技术化不多且活好的美妆博主 也不算美妆博主 应该是视频博主 因为我并不想把自己放在美妆那个圈子里面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